肺炎疫情延烧,各机关单位不敢大意 在泰玛里乡公所可以看到办公大楼外增设洗手台 还有人员在门口随时提醒洽工民众要洗手并消毒 还要戴上口罩才可以进入办公大楼 如果没有戴上口罩了就没有办法进去的 相当严谨 就是要避免病毒有机会互相传染 来保障公所同人的工作环境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除了学校进行防疫工作 在泰玛里乡公所由于市场有民众进出洽工 为了避免病毒互相传染 相公所也特别在办公大楼门口增设洗手台 并有一位人员在门口随时提醒洽工民众洗手消毒 并戴上口罩才能进入到相公所 让防疫的工作滴水不漏 我们公所的大楼还有我们图书馆 只要有民众出入的地方 我们都会有防疫的措施 就是民众进来的时候 我们让他先洗手 然后吞酒精 然后请他戴口罩 这些防疫措施我们目前做多持续地做 各科室同仁也都配合我们疫情的防疫措施 另外就是吸收乳跟酒精的部分 目前的供货还算OK 防疫期间也提醒民众 随时做好勤洗手与消毒的工作 并戴上口罩 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 就讲解泰马里相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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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